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倫 感謝朋友 那麼今天我們會帶來初音合作的絕版提醒 那麼這次第二彈初音合作的集合在本週日 10月5號就直接絕版了 在這之前大家記得把想要入手的初音系列給拿到手 畫面中我們列出了12張目前還可以入手的免費初音卡片 大家記得檢查一下自己還有哪一張還沒有拿到 然後推薦大家即使你不想要練他也至少拿一張 以免以後有用 欸 卻後悔當時沒有拿到喔 好 那這邊我分別分成了三個等級 必練的話就大家一定要先練這張卡片喔 那好卡的部分則是還蠻推薦練的 是真的有用的一些隊員功能卡 那最後練的話你就可以考慮 最後有時間再練起來就可以了 接下來我們就為大家深入的分析這些免費卡的一些用途吧 那首先一定要練的是這張火輪迴初音 他的雙技能真的超OP喔 即使你沒有玩初音系列 也一定要練這張卡片 他可以直接擋死 甚至還可以直接解回復顛倒 那接著好用的卡片有這些喔 首先夢魘以及初音 當作隊長我自己實施起來是真的蠻強的 那這張卡片也可以來解暗屬性成就喔 那作為主動技能的話就是比較普通一點啦 只可以解一不一傷跟連擊相跟盾喔 所以這張卡片主要以後用途可能還是拿來作為隊長吧 好那再來櫻花初音這張卡片 本身有固版 有兩回合的一個固版 那有固版的話都是很好用的一些隊員 並且大家可以直接52-55隊 那如果說你要懶人速刷的話 建議這張卡片是可以練到兩張喔 有時候這個固版會連著去做使用 那再來這張的話也是一個可以錄出整版固版的一個地獄級卡片 那也是一樣很好用 而且也是平民可以解碎裂的功能卡 至少推薦入手一張 那這張的話是你有玩純初音系列再練就可以了 它是可以直接無視拼圖及卓樂地形 主要是卓樂地形這個解盾能力是蠻獨特的 那再來這張卡片是機械竹目前唯一一張可以解%數盾的功能卡喔 所以有玩機械竹是一定要入手這張卡片的 好那再來這張卡片則是可以讓妖精可以直接解個高康盾 我覺得也算是實用 可以入手 那這張則是目前初音系列唯一一張魔族 所以就可以利用它去帶魔族斧化龍科可以增加轉入時間 所以它作為隊員的價值是真的挺高的 並且它還可以直接有一個固版喔 那再來我覺得不需要練的是這一個 這個就單純只有天降就還好 而且如果你有玩巴龍的話它本身就會天降了 那這張很有可能也會跟之後的龍黑技去做搭配也不一定喔 所以還是推薦大家至少練一張這張卡片 好那這張的話則是可以追打解休眠喔 那主要是有玩合作再練就行了 好那這張的話是天降夢珠 但這夢珠的天降量也不是那麼多 所以這張我覺得是相較普通的一張功能卡 那這張的話只有轉暗珠 跟這張連擊我覺得也是很普通的 好所以以上大概就是12張這個免費的初音系列 接著要提醒大家一個重要的事情 如果說你現在還想要抽初音的第二彈十抽的話 是可以抽的 因為從11月3號到11月5號有大獎加倍 所以大家現在去抽抽卡機的話 大獎是可以直接獲得這個加倍的體驗喔 所以可以更好的去入手大獎的部分 那麼其實這次初音第二彈的十抽陣容 我個人認為只有喜巡陰是一定要入手的 他作為隊員的價值真的太高了 可以解除暴風 那並且還有一個固版 甚至還可以為機械族帶來無視二到無數噸的解斷能力 還可以直接增加33連擊喔 簡直就是超OP的一個隊員 那如果說你有玩初音系列的大獎的話 那會推薦大家巡陰有能力的朋友 可以入手至少兩張 那再來第二個是愛初音 愛初音的話也可以解碎裂 甚至還有自己一個界王拳的一個常駐增傷都還不錯 那樂初音的部分則是一個很好用的隊長 那所以也是如果有能力的話也可以入手一下 最後則是火這個精英雙擊 這張卡片我覺得是存在感最低的喔 我覺得不一定要入手這一張啦 那當然如果說有順便抽到的話 也可以直接練起來 那麼接著跟大家提醒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這次第二彈的初音武裝龍科是可以免費入手的 大家記得滑到這個Easy頁面的最下面 總共有四個大獎的二星龍科 可以免費去做刷取喔 那會推薦大家至少每一個不同的二星種類都刷四個 這樣比較不會後悔喔 最後如果你還有時間的話 就可以檢查一下這次的初音關卡還有哪些沒有挑戰的 那現在所有的合作關卡都坐在這個初音演唱會的這個裡面了 所以大家直接點進來就可以看到自己還有什麼關卡還沒通關 那通關的旁邊會顯個CLEAR 你就知道你已經過了 那還沒有過的記得都先打一次去拿通關的魔法石 那如果說這個關卡底下有這個次數的 這種就是要累積挑戰喔 比如說這個挑戰你就要打八次才可以拿到所有的獎賞喔 那其中打最多次的挑戰應該就是這個39次的重複挑戰喔 那並且夢魘集跟地獄集他們都帶有成就的一個額外獎賞喔 如果要拿更多獎賞記得照著他們指定的成就去做挑戰 好的那麼以上就是今天比較簡單的一個提醒影片 大家記得把握時間在本週的之前完成所有的初音挑戰吧 那如果說大家看的還喜歡的話 別忘了留下一個免費的喜歡 那就祝各位有按喜歡的朋友都可以拿到自己喜歡的初音系列 也別忘了按下你的訂閱按鈕 就可以接收更多神魔的全新情報 最後如果你有IG的話可以按讚追蹤一下我的IG 那我在上面PO一些我的個人日常 總是好看 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囉 謝謝大家掰掰 掰掰